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用GoPro拍一下视频 试试看画质怎么样 大家也看一下这个画质跟手机比有没有好一点 我手机现在在这边 所以我现在没有用手机拍了 那可以看到我又买了一个二手车 这是一台2009年的宝马一系 所以在今天视频中呢 我就来讲讲 怎么选过二手车的车型 我会从车辆的安全性 可靠性 性价比 几个方面来讲讲不同品牌之间的区别 另外呢 就是不同新旧的车 不同价位的车 在选择上有什么讲究 最后我会来说说我为什么买了这辆车 那好了 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那今年已经是2021年了 我来澳洲也十几年了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车嘛 所以我经常换车 买进卖出 换过的车已经不下十五六台了吧 我自己都数不清了 现在家里就有六辆车 而且其实我不管是越野车 轿车什么 我都会买 不像有些人 我只玩跑车 那就我只买跑车 对越野车一点都不懂 那我越野也玩 而且我来澳洲多少年就玩了多少年越野车 再加上现在我轿车什么我都开 包括我拿我的comodo下赛道什么的 所以我其实什么类型的车我都玩 我对各方面的车也没有什么排斥 从日系欧系什么我都买其实 所以我其实对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偏见 自己喜欢什么 什么好我就买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接下来我再讲讲选二手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其实选二手车跟选新车 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差距是很大的 我先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开始说起 比如说你有一个车 你买新车的时候 上面有各种的不同的配置可以选吧 上面可以有天窗 可以有电动座椅 比如说这两个配置就拿这两个最简单的最常见的来说 那你买新车的时候你希望加一点钱 选一个天窗一两千 再选一个比如说电动座椅再加个一千左右 那你这三千澳元加上去 你在一个好几万的新车上面你好像感觉不到什么 但是对二手车来说呢 这些东西是不是这么重要呢 其实从某种方面上也重要 但是和新车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新车你会加钱去选这些 但二手车你最好不希望买这些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个电动座椅 那电动座椅里面有马达嘛 你这个马达你坏了 你这个车座椅不能调 你刹车板够不到 你这车怎么开 你还得修吧 你修就得花钱 因为二手车旧了没有保修了 新车的时候你是有保修的 电动马达坏了 去那个车行里面 他免费给你修换新的 那你二手车没有这个功能了 你只能自己花钱 那要花多少钱呢 是个未知数 取决于不同车型的 有些车当然便宜了 有些车可能会贵一点 那加上天窗 那你买二手车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用那么爱惜嘛 你可能停在室外 那你这个天窗漏不漏水呢 是不是个问题 那你要是天窗漏水的话 那水漏进来 影响了别的电子系统 什么别的东西也得坏 那不光天窗得修 下面得修 而且本来就是旧车的 里面可能还有这个发霉的味道 你是不是很难受 你就天窗一年 可能也开不了一两次 你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天窗 那所以说呢 你选二手车的时候 像这种选配的配置 你就不希望要有 两辆一样的车 一个是有电动座椅跟皮座 一个是没有电动座椅和皮座 你买的时候 肯定是有这些功能车更贵 但你二手车里面 你可能就是没有这些功能车更贵 因为买二手车的人 希望东西越简单 越不容易坏 就会选择越基础的版本越好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看到 一辆车配置特别高 什么东西都是顶配 又是什么V8发动机 特别高级 然后它价钱反而比它的 就是同系列的车 版本更低的版本 来得更便宜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那个车 你拿回去那个发动机 只有这一辆车用 你到时候坏了 配件你找谁要 根本就买不到 你买一辆低配的 买大家都是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换 配件更便宜 这个就是选购二手车 跟选购新车的时候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就来讲讲 从几个方面 一个是车辆的安全性 然后还有一个车辆的可靠性 还有一个车辆的性价比 来讲讲这个二手车应该怎么选 那首先是车辆的这个安全性 安全性呢 就是其实很多不懂车的人 尤其是不懂车的人 都觉得好像日本车不安全 欧洲车好像更安全 特别是德系车好像更安全 这个误区 我不知道是大家是怎么来的 但是我感觉可能是 可能是网上一些图片 或者什么的 让人感觉看得很触目惊心 其实有些东西你要知道 网上的东西它都是给汽车做广告的 你知道吧 你整了一个什么大众的车 怎么压了没压扁 再整了一个比如说三菱的车 举个例子 就压扁了 人都死了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可能就是大众公司放出来的图 我这里不是诋毁大众公司 我只是举个例子 因为我看到过这样子的图 这个东西可能是这个原因 再加上大家一直有个印象 沃尔沃 说到安全带 大家肯定会想到沃尔沃这个品牌 沃尔沃很多比较先进的 安全带什么 都是他们公司发明的 但沃尔沃本身是个欧洲的公司 这种东西就会让人感觉 好像欧洲车在安全性能上 比日本车高级一点 其实在近20年 这个其实没有差距的 安全性能上 做简单的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网上有时候看到图 比如说日本车撞了一下 这个脚一撞 这全部坏了 保险缸也掉了 车灯也掉了 只剩下了个车轮在这 看上去很难看 这个其实跟你安全性 没有任何关系 安全性是车厢的部分 你人坐的地方 跟你车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车厢的部分 你不管现在买什么品牌的车 都是差不多的 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 为什么有些欧洲车 你看到比如说奥迪 你撞完了以后 感觉整个壳还在 啥都没掉 只是有点凹进去了 但其实这个是最严重的损伤 为什么呢 你首先想 它为什么不凹进去 实际不是因为 它后面有东西垫在后面 比如说后面有水箱 比如说后面有各种 电路板什么的 不管你是后面是什么东西 你后面是实心的 所以你撞了 不会凹进去 不会掉 你要知道你这么轻轻一撞 你把后面东西 一层一层顶进去 甚至可能顶到发动机 甚至可能顶到你的车架 你全部坏了 你这个车就报废了 所以说你有时候 外观看上去没什么损伤 不代表这车更安全 这只能代表 你车维修费用更高 是不是 如果一样像个日本车 你有些特别是丰田的 有些开门是什么的 保险钢特别大 一撞就掉 车灯一撞就掉 但是没有关系 它车能掉了掉 你买个新的车能换上 新的保险钢装上 就是好汉一条 车架完全一点影响都没有 发动机什么 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的车修好了 还是和新车一样开 而刚才我说的 如果你这些东西撞进去 把车架什么都撞变形的 你这车 暂着在按澳洲的标准 都是报废的 你可能拿到国内去 可能有些人可以把你 把车架拉回来 反正把你外面 糊一糊 看上去还像新的一样 但是你这个车 你觉得你还安全吗 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原厂的安全了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就这些因素 让人感觉好像 日本车没有 欧系车那么安全 其实这不是 这不是那么回事 换句话说 沃尔沃的车 也确实也安全了 但是在现在的新车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优势 大家都差不多半斤八两 你不管买日系的 德系的 还是甚至你买美系的车 包括韩国的车 都基本上 所有能在市面上卖的车 基本上安全水平都差不多 你不用太在乎这个 安全因素考虑过后 你会考虑车辆的可靠性 你买了个二手车 你要知道 你之后维修的费用 需要花多少 因为你新车是有保修的 而二手车是没有保修的 没有保修 你就所有维修都要自己掏钱 你最好它不要坏 或者说的话 维修 你不要花太多的钱 那这个上面 其实这个上面 日本车会比较有优势了 不是说日本车不会坏 其实你买什么样的车 它都会坏 就像我什么品牌的车都开 但是其实不是 我没有说有什么偏向什么的 但是大家心里有种印象 好像就是 好像德系的车 特别容易坏 所以说就是开个几年就报废 就是这个样的印象 但其实不是说日本车 它不会坏 日本车该坏 它还是会坏 那可能坏的概率上 稍微有点点差别 但不是说我买辆丰田 我可以开30年 我保证它不坏 而我买辆 比如说宝马 我开个10年 它肯定会坏个好几次 其实没有那么大差距 你假设我们买 我们有 我们有100辆车 100辆一样的宝马 100辆一样的丰田 可能丰田里面坏的车 跟宝马坏的车 是有那么一点点差距 但是就是差率不是很大 你知道吗 没有差那么多的 但为什么好像你会看到 30年前的日本车 都在路上还在跑 一辆辆都挺好 但是30年前的欧系车 好像就特别特别少 路上好像都已经报废光了 那其实它这可靠性方面 只是占了很小一个因素 它们差距都不大的 主要还是因为 这个配件上 配件的价格上 就说一样坏了 你要修的时候 费用是不一样的 那你像 讲举个例子 两辆轿车 一辆丰田凯美瑞 一辆奥迪A6 那你假设你开着开着 空调坏了 压缩机爆了 你得换个新压缩机 那你这个时候 你去查一下 丰田的凯美瑞的压缩机 一查 这个东西100澳元 100澳元感觉还好吧 我就去修了 这个奥迪A6的你查 1600澳元 1600澳元 一下子这个16倍 你想我这个车 二手车5000块买来的 我该不该花1600去修呢 你去修了 修完了以后 下一次又需要别的问题 又花了一两千去修 你就有时候会感觉 这车不值这个价了 因为你维修的费用 比车贵很多了 所以很多人就想 就不要了 就报废了 把这车就丢了 所以说 其实也就是维修的费用 让这个车的保有量 在路上差这么多 不是说真的日本车 怎么开不开不坏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那现在知道维修的费用 不一样车是可以差很多的 接着呢 我去需要讲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要知道丰田的车 保值率就是非常高 二手车是特别贵的 新的凯美瑞 可能卖个三四万 三四万澳元 在这边 然后你二手的 你去买个 比如说十几年旧的 比如说上上上代 或者是两代以前的凯美瑞 你可能还需要花个一万多 那你就觉得 好像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去买个奥迪A6 新车十几万 非常高档 豪华车 感觉都是大公司老板开的 你想 我也去看奥迪A6 一看不贵 几千块钱一辆 还挺新的 你就觉得好像性价比特别高 但是你要加上 以后的维修费用 也就是说 你刚刚我刚刚说 你空调坏了 一个压缩机1600 你该不该修 然后包括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 我预表盘有时候 不亮了 你说怎么办 你就换一个 这东西配件去哪找 路上这车本来就不多 去拆车厂拆一个 你也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但是价钱也不会便宜 因为这车东西少 物以稀为贵 你一表盘二手拆出来 又好几百 你就换上 就很多小东西 这个那个的 电动座椅 高档车肯定有电动座椅 马达烧了 去哪里找一个二手的座椅 这些东西 就是你维修的费用 会慢慢的加上去 这个我觉得看个人习惯 如果你觉得 你喜欢分期付款 其实你可以把维修费用 当成一个分期付款 我花很便宜的价格 买了一个非常高档的车 但是我之后 就是要慢慢的花 维修的钱 去维护它 你可以这么去想 就把这个当成分期付款 你还是有一辆高档的车 只是一个款式 比较老的高档车 然后但是 我可以花钱去维修它 但是如果你买 像比较普通的 丰田凯本瑞 你买二手车的时候 可能价格需要多花一点 但是之后 假设有什么东西坏了 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钱 因为这个配件很多 这个车路上也特别多 配件费用好买 这个坏了100 那个坏了200 你一直可以维护 也就是这个原因 你会看到 马路上30年前的 旧的日本车特别多 旧的欧洲车就特别少 主要是因为维修的问题 你便宜了 你修修继续开 你修起来太贵了 不要了 报废了 我重新去买 对吧 就是这个心态 说到这个 其实还有就是 你选择车的时候 路上的保有量 可以选择稍微高一点 一个是对你的车价有好处 你二手车的车价有好处 还有一个是 就是以后维修的费用 可以有好处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假设你选一个非常热门的车 马路上特别多 人人都在开 那这个车呢 就是说 你买的人多 卖的人也多 卖的人也多 那个竞争价格就比较激烈 我5000想卖 我4500就卖 我4200也能卖 你网上这个是不是 价格就会压的比较低 也不是说可以压的特别特别低 相对可以稍微低一点 不会说有非常夸张的 如果你是特别个性的车 比如说像我看这个车的时候 我还有一辆宝马Z4 跟这个差不多吧 小的宝马 Z4就卖了很少 因为是个敞篷车嘛 卖的很少 但是你说车跟这车 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买新车的时候 价格也没有差这么多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二手车 会这么贵的 因为很少嘛 一共就这两三辆在卖 你想买 你就就这两三辆 你没得挑 人家卖多少钱 就人家讲的 卖家讲的 说的算了嘛 那像这个一系的轿车 这个挺多吧 这个车 包括三系的也是 这马路上很多嘛 这车保有量就高嘛 那你这个买的时候 大家这个价格竞争就激烈嘛 大家这个想卖车的人 价格竞争激烈 你就可以相对便宜很多 另外一点的就是 这个维修的配件的问题 如果你买了一个特别小众的车 你去买个英国的车 明爵 有些老的明爵特别好看的 这个像明爵鼻啊什么的 这种车型都非常经典的 但是这种车特别少 特别小众啊 你这个是这个配件呢 配件的这个价格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转向拉杆坏了 你去配 这个配件哪配得到的 可能只 可能这个原厂的 根本早就不做了 公司都倒闭了 但是你就算是 可以买到副厂的 可副厂做的人也不会很多 因为这车保有量很低嘛 人家没有很多公司 会去做这个配件 你买到这个副厂配件 就一两个公司在卖 价格都很高 一个一根转向拉杆 卖个好几百 你该买 你还是得买 这就是你就会嘛 包括你想买旧的二手键 拆车键 路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车 哪有报废车给你拆啊 那你买一个特别多的车 路上买大家都是的车 你就很方便嘛 这个东西坏了 我这辆坏了 那辆车上可能没坏 那辆车报废了 拆下来 比如说假设我这个车 比如说我这车 我这车前面撞了 我保险杠没了 对不对 那我去买一个人家 报废厂里 后面撞的车已经报废了 那我这车不用报废啊 我没有到报废的这个标准 我把那个 他那个车头的保险杠 换到我这来 这个配件不是人家就卖出来了吗 那你一两百 很便宜可以买到 包括车灯也是 碎了怎么办 二手车厂 二手那个拆车行 买一个便宜嘛 你都可以买到这种二手配件 副厂的也多 改装件也多嘛 像我这个灯 其实就是那个副厂件 不是原装的 我已经换了 原装的不是透镜的灯 我换了个透镜的 因为这种车 保险量多 有这些副厂的公司会去做配件 就算这些副厂公司不去做配件 你那个二手的报废厂 你那个拆车厂 你也可以拆到配件 所以说你以后这个车坏了 车哪里坏了 拆配件 你都方便 都会价格比较便宜 这是维修上的 然后这两点加起来以后 就是你买马路上热门的车型 你不仅买的时候 价格可能稍微划算一点 再加上以后维修的时候 价格会便宜很多 那你这个车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去开它 也不太不用担心 哪里坏了 就坏了也修不了多少钱 那其实还有一点 我想跟大家解释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所谓欧系 日系 这些车 我不是说 所谓的 就是哪个品牌 大家知道 比如说福特是美国的品牌 它不代表它是美系的车 就像澳洲 澳洲卖的福特车型 没有一辆 是跟美国有任何关系的 不管从车型 还是设计上 没有一辆跟美国 现在有卖野马的 就这两年才开始卖的 以前来说 就一点跟美国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都是福特公司 因为现在汽车公司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全球性的公司 像我们这边卖的福特 比如说我们这边卖的 Falken 澳洲本土设计 本土生产 那就是一个纯澳洲的车型 发动机到车架 到全部车的设计 都是澳洲工程师设计的 也是在澳洲生产的 这就是澳洲的车型 像这种车 就不太符合美国车的特性 那再换句话说 比如说福特的福克斯 一个小的那个小型 小的那个紧凑型的车吧 福克斯不知道大家知道吧 那福克斯呢 其实就是一个纯欧洲车 就是有点像大众高尔夫 那种感觉 是纯欧洲车 这个是欧洲人搞出来的 这跟美国的福特 没有任何关系 跟澳洲的福特 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只是说他把它进口 到澳洲再卖 那像这个 就像福特这个车型 你看特性的时候 你会更加倾向于 你就把它要看作是一个欧洲车 欧系的车 所有品牌都是这样 像日本的品牌 比如说日产 尼桑嘛 尼桑你感觉是个很日本的牌子 都叫日产了 但是他跟雷诺是有合作的 这边卖了最好的什么车型 尼桑的车型 那个皮卡 拿娃娃吧 对吧 拿娃娃就是一个纯种的欧洲车嘛 其实 那它的标准 它的这个特性 就跟欧洲车很像 就有点像是配件很贵 为什么配件贵呢 要从欧洲进口嘛 然后就不像是日本车 就是配件便宜 这样子一个这个情况 那我这边提一句 这个的主要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不懂车人 还是把以品牌 作为这个 这个车系的分割吧 福特就是美国的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看车具体 是哪里设计 哪里制造的 这个东西哪里可以看的 我们在Casos网站上 你选定的车型 你买二手车 肯定要去Casos网站上看嘛 你在Casos网站上 你选定了车型了以后 你在下面specification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地 你就知道这个车 是哪里产的了 你就非常清楚了 有一个车型 我们这边澳洲霍顿 霍顿 就是我有一个 Comodo霍顿 只有Comodo这个车型 是澳洲设计 澳洲生产的 所以说是纯种的澳洲车 像它小一点的轿车 叫Cruise 国内叫雪佛莱克鲁兹 这个车 你说不管是雪佛莱还是Hoden 这两个品牌 感觉不是澳洲就是美国 但是其实这个车型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韩国车 跟奇亚跟韩国现代 这个车型更加类似 因为它是个韩国设计的车 而且它是不是韩国生产的 我忘了 但是有可能是东南亚生产的 但是这个车的 里面的设计的特性 就非常符合韩国车 你不能看品牌 一定要看这个车的产地 跟设计的地方 那最后说说 我为什么买了这辆宝马E系吧 这个呢 其实有多种原因吧 最主要的原因呢 主要是我之前不是辆宝马E30吗 90年呢 那个车 老实说对现在 跟现在车来说差距实在太大了 而像这种车呢 就还好 这个车才12年到今年 还是比较新的车 因为我先说一下 我把车分成几个阶段吧 0到5年算是全新的车 基本上跟你从新车买过来 没什么任何区别 就是全新的车 没什么好说的 都还没开始磨损呢 5年的车 也不能算二手车吧 其实你就是买 等于买了个新车吧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看 然后5到15年吧 我可以说是一个叫进新车 什么叫进新车呢 就是有些地方开始 有二手车的 有旧车的特性体现出来了 因为款式啊 跟新款了已经长得不一样了 再加上公里数也慢慢上去了 一般已经开到20万公里左右了 那像这种车呢 所以我叫进新车嘛 但是你真的去开呢 你里面的设计什么 坐进去的感觉 方向盘什么的 这个感觉 开门车窗 这都跟新车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因为毕竟已经才设计了十几年嘛 你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个汽车航道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把我把我管这类车叫做进新的车 再加上25年以时 15年到25年吧 15年到25年我会管这种车叫做就叫做二手车吧 我们就把这种车叫做二手车吧 15年到25年叫做二手车 为什么呢 因为15年到25年这些车呢 基本上能看出比如说门板上有些划痕 车内饰盘 皮座啊都开始脱皮了 就有些磨损能感觉出来了 包括像是门上的胶条什么的 可能已经腐烂了 已经开始漏水了 然后这种问题可能出来 这真的是开始有点像旧车的感觉出来了 那这种车呢 只要你好好保养 当然还是可以像新车一样 毕竟没有那么旧嘛 25年才多少年 然后但是如果你不好好保养 这种车也基本上开始 已经慢慢变成废铁了 当然变成废铁了 你肯定买不到 已经早就去报废场了 只是有些车已经快变成废铁了 但还在网上卖 这个就是要注意的 这个我管这个叫做二手车 15年到25年 那再加上25年以上的 我可以真的叫做老车了 因为老车25年以上呢 像墨尔本这边 你可以上club meter了吧 club meter就是说 你不需要交路费 你每年不需要交很贵路费 上保险也很便宜 这个就算是我觉得 我概念里的就是老车了 那老车呢 就是你日常开肯定是不合适的 因为太旧了 配件已经找不到了 大部分这个年代的车已经报废了 那你现在能买到的呢 基本上就是一些已经翻新过的 我这边说的是restore 就是说也不能说翻新嘛 就是把这个车恢复到一个全新的状态吧 这个感觉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拿什么词会更好 我这边就叫翻新嘛 这些车翻新过 就像我宝马E30 我全部翻新好了以后 像这样子的车 它的价值本身呢 它已经不是它二手车 它的本身的使用价值 而是收藏价值了 那它这样子的旧车 25年以上的旧车 很多一样的车型 跟现在新的车型比起来 已经比新的车型要贵很多了 所以说你没法从实用价度来说 你说它开了 跟新的车开起来 肯定是新的车开起来舒服嘛 那它为什么卖这么贵 其实就是你要收藏嘛 你新车 你说你不管卖多少钱吧 我只要有这点钱 我可以从新车 我可以从车行买一辆回来 对不对 包括像这个不是太旧的车 我只要有钱 二手车市场里总买得到 但是像30年 30年左右的车呢 你确实就很难买到的 不是说你有钱 你就买得到的 很多人都是拿来收藏的 所以说价格会蛮上去 好不容易有人卖出来了 好 大家都去抢了 我也想要这辆车 这辆车是我小时候回忆 或者什么的都会去买 所以说30年 30年左右 25年以上的车吧 很多车就是收藏车型 你我不建议 就是大家日常驾驶去买了 那回到我这个车 对吧 为什么买这个车 这个车就是我说的 这个车12年吧 就是5到15年 这个档次里 就是我说的尽新的车吧 也就是大家日常会开 最容易买的 那我们在澳洲也知道 像这种车 其实就跟新车差不多 也是大家最容易买的二手车 不像国内 好像什么新款的一出 旧款的好像就是老车了 就是老款了 什么才开了 什么五年八年 我眼中好像感觉 还跟全新的车 没什么区别的 它国内好像已经管这种 叫做老车了 反正我也不是很懂 毕竟十几年没回国了 反正那12年的车 我感觉 反正在这边 你能感觉到这车 还是跟新车一样 开上去非常紧凑 功能上也跟新车 没有什么区别 蓝牙什么都有 那你就会跟新的车行 你买来的车 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就很容易买这种车 那我买这辆车 一个是它这辆是辆手动挡的 这辆是辆手动挡的宝马125 手动挡的125 3.0直6 3.0 这是N52的发动机 这是宝马最后一代 自然吸气的直6发动机 所以说我觉得比较经典 再加上它是手动挡 手动挡车本来就非常非常少 尤其是这个年代 大家已经开始全部买自动挡的车了 手动挡车非常非常少 相对比自动挡的车还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以后还会涨 因为特别少物以稀为贵 我也比较喜欢开手动挡 比较有乐趣 踩离合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买了一辆 而且像宝马一系 我感觉也是很多新手 第一次买车人会买的车 因为价格首先它便宜 你跟日本车比 它可能比日本车还便宜 你买个马自达3 可能比这个要贵多了 我这买的是两门版的轿车 包括这个有一个五门版的两箱车 它是最便宜的 有时候两三千两三千肯定会贵 三四千三四千可以买到 可以买到一个车款比较好的 就可以上路的 就直接可以开的 然后像我两门版的轿车 包括还有个敞篷版的 这个会相对比两箱版 五门版的稍微贵一点 但是基本上你要买自动的 对发动机没有要求的话 一万以内是很多很多 七八千基本都可以买 敞篷是个布顶的 所以说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了 一般来说敞篷天热 这个很热开高速风大很吵 所以不是太多人喜欢 所以不是卖的太好 市场市面上现在二手车也比较少 但是像我硬顶的两门还是挺多的 就像我说 如果你要一个同款的硬顶的 你对发动机没有要求 你对变速箱没有 你只要自动挡就行 你七八千可以买的 现在 我这辆需要一万多 因为我这个是正好 我这个是125不是120 这个是六缸的 所以消费会贵一点 但主要还是因为手动挡 因为手动挡现在特别特别少 我趁现在手动挡还买得到的时候 正好它又是白色的 我就收了一辆 另外就是它白色的 白色的车 二手车买进买出也比较好买 像我看到白色的 我自己不嫌弃它 但是我 我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它 如果说喜欢的话 我可能会买蓝色的 但是我不讨厌它 我觉得我开的很舒服 白色的 我高兴 白色的车 二手车特别好卖 因为大家都不讨厌 如果你特别喜欢红色的车 有一辆绿色的车 你在那边卖 你肯定不会买 所以说就是有颜色的车 特别是特别亮的颜色车 就特别难卖 那黑色的车 也不是那么好卖 因为黑色的车 很容易显滑痕什么的 对旧车来说 一般来说 样子看上去都不会很好看 但相对于彩色的车来说 黑色的车会稍微好一点 能更加容易买到 更卖出去 银色的车也还行 但银色的车就容易显旧 银色的车就像是老车的 因为银色的车 现在不流行 20年前比较流行 银色的车 现在不流行 所以你一开银色的车 就感觉像是20年前的车 就感觉比较显旧 白色的车 就是感觉永远看不过时 一直是白色的 就一直是白色的 就是每个年代都有白色的车 路上最多的也就是白色的车 你买进卖出 大家都不嫌弃 所以你最好最容易交易 那另外呢 就是像我这个是宝马一系 像这个年代的宝马一系呢 就是一系 不管是什么车身形态 两箱的三箱的 敞不敞篷 一系三系 X1X3的SUV 包括宝马Z4 两代Z4 185跟189的 两代Z4 第一代第二代 这些车型的 都是用的完全一样的底盘 副车架 包括发动机的选择 里面很多细节 很多配件 除了外面的壳 车灯 板筋 壳不一样 里面整个底盘 车架 发动机 传动什么 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配件都是可以直接互换的 虽然感觉好像 为什么看上去一系比三系小 是不是 是 一系看上去是比三系小 其实没小多少 宽度是一样的 长度上是短了一点 短了几厘米 那这个几厘米呢 就是底盘的时候 它那个铁板加长的那种三系 缩短一点就是一系吧 其实结构上是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还有个它看上去想 主要是它车灯设计非常大 就看着可爱一点 所以感觉像是一个比较小的车 三系的车灯是扁扁的 看上去好像成熟一点 就看上去像是个比较大的车 其实就没什么太大区别 都是完全一样 包括X1 SUV X3的SUV 也都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宝马这个品牌 不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我自己更多的 我更多喜欢日本车 JDM 其实我挺喜欢斯巴鲁的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斯巴鲁的车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日本车 我为什么买欧洲车 我是觉得大部分华人 好像更倾向于买欧洲车 而且现在宝马设计比较简单 维修起来也会比较 相对在欧洲设计比较方便 大众的产品像奥迪 大众保时捷什么的 只要大众产品就会稍微复杂一点 宝马相对简单一点 而且宝马相对来说也是加上所有的三系一系 SUVC4什么 这么多车型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以后做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有宝马的车型 你完全可以参考我的视频 你会看到里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话你也会比较方便 因为很多人都有宝马的车 再加上我选的这台 我也是按照价格便宜的来选的 我不是买到最好的车 上面有很多问题 像有些寡蹭 里面有些地方拆过 还有个地方撞过 这个都不是最好 但至少就是因为有这些问题 我这样还可以再做视频 给大家看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这样大家更直观 所以这次我没有找到辆 特别车况特别好的 就找到辆最普通的 综合上述情况 像这样一台小车 有多多少少的问题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又在5到15年这个档次里 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常会买的二手车 所以我买了一辆 以后做视频给大家看 当然关于刚才我说的 这些车有些地方撞过 怎么看二手车 怎么检查二手车 这我在检查二手车的那期视频 专门和大家讲 今天我就主要讲一讲 怎么选二手车的车型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点赞 Siz 点赞 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